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4月10日 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那么今天早上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发布了美国3月份通货膨胀的数据 那么报告显示 3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5% 那么华尔街之前的预期是3.4 这个是高于预期 那么不包括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核心的CPI 环比加速0.4% 那么比去年同期增长3.8% 而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是环比增长0.3% 同比增长3.7% 所以说这项指标也全面超过了预期 那么相信网友们对这一组数据 从理解上来讲会非常简单 那就是美国的通胀比人们预期的要糟糕 那么CNBC电视台他也分析了哪些物价上涨推高了美国的通胀 他们随便举了一些例子 这个听起来还是让人感到有一定震惊的 比如汽车保险过去一年价格增长了22% 汽车维修价格增长了12% 因而配方奶粉价格增长10% 一些动物的这个医疗服务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养宠物 那么这个价格增长了10% 房屋的租金上涨了5.9% 电力的价格上涨5% 餐饮的价格上涨了4.2% 那么今天呢 CNBC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他还没有去回应美联储最头疼的 也是美国社会最关注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顽固问题 高利率下房价不跌反而涨 就这个问题还没有挤上今天这个分析内容 所以在结合上周五报表的非农数据 他不难让人们推出一种结论 就美国的经济还是处于一种偏热的状态 那么这种偏热的状态 你就不能指望通货膨胀会下降 那么之前也与网友们提到过 华尔街的这个观点呢 它是不是人间烟火的 它只是关注它赚钱的 那么与人们对物价的上涨 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个感受不同 华尔街的感受呢 相信网友们也能判断得出来 华尔街今天议论来议论去呢 就是议论不好了 这个超预期的这个通胀啊 会坏了华尔街的好事 尽管华尔街有思想准备 美联储的降息呢 会推迟 但是真正出现了这么糟糕的 通胀反弹的这种数据之后呢 就让这种预期呢 变得更加现实 就要完全丢掉幻想 六月份以前不可能降息了 所以这个呢 是今天华尔街啊 得到的最大的共识 丢掉幻想 要重新与美联储携手 来遏制这个通胀 因为过去 华尔街总觉得呢 这个通胀是你美联储的事 甚至是有一些舆论呢 就形成通胀打不下来 你可以提高通胀的目标嘛 你打不到2% 你就弄到3% 成你的目标不就好了吗 那么这个潜台词呢 就是说 你还是要尽快减息 把我的股价弄得再高一些 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 对这些有非分想法的 华尔街的势力呢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就这个呢 不是美联储不配合华尔街的问题 是这么糟糕的这个通胀形势 谁来做这个美联储的委员 谁来做美联储主席 也不敢减息 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呢 会给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市场带来乌云 甚至带来英语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中东形势的最新的三条新闻 第一条呢 是今天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格兰特 他反驳了内塔尼亚胡 昨天讲的这个观点 这个新闻呢 成为今天国际主流媒体 普遍报道的一个重大新闻 因为昨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对外宣称 拉法我们一定要去打的 而且我们进攻拉法的时间 都已经定了 我们内部已经决定了 那么这个话呢 一讲呢 舆论普遍认为 是内塔尼亚胡在挑选美国 因为美国说不能打拉法 你条件不成熟 不能够打拉法 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 以色列方面呢 透露说准备了四万顶帐篷 那么这个也在测试美国 美国当然继续反对 你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 可行的平民疏散方案 不能够轻举妄动 那么内塔尼亚胡 昨天的那番讲话呢 LT感觉呢 他还是想激怒美国 为什么内塔尼亚胡选择这种啊 激怒美国呢 因为他有他的策略 他现在在以色列国内 遇到巨大压力 进退两难 那么对内塔尼亚胡来讲 只能往前走 他不能够停止的 停止他国内的地位也不保 那么要往前走的话 拜登政府又在阻止 那么内塔尼亚胡呢 他就选择了一步险棋 他希望能够激化于美国的矛盾 因为他看到美国的共和党呢 有些人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 那么预期这样一种僵局 他不如呢 与美国进行计划 但是以色列国内 坦率来讲 他还是有一定的民主的环境的 那么国防部长 格兰特他就今天 对媒体声明说 我们根本没有拉法的 这样一种啊 进攻时间 没有这个时间表 那么国防部长的这个声明呢 他显然是代表 以色列的军方 他并不赞成内塔尼亚胡试图 去激化以色列与美国的矛盾 所以这个新闻呢 你能够让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种啊 战争状态 在这样一种啊 特殊的时候 就领导者 他是代表国家利益 但是他往往会夹杂一些 他的一些个人利益 就会让这个形势呢 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条有关这个中东形势的新闻 是路途社的报道 他标题是 官员们表示 以色列将允许15万加沙人 返回加沙北部 进行潜在的修战 你看这个又进了一步了 除了国防部长 驳持这个内塔尼亚胡 要攻打拉法之外 今天 以色列方面呢 又透过信息 会解除 对北部的一些封锁 报道中指出 两名了解会谈情况的官员表示 根据美国修战提案 以色列将允许15万巴勒斯坦人 返回加沙北部 而无需安全检查 他们说 作为回报 哈马斯将被要求提供一份 其仍然活着的女性老人和生病人次的名单 那么这种呢 允许15万加沙人返回北方 显然是在美国的撮合下 LT认为执行这么一个计划的难点 目前呢 可能在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呢 他目前的心态啊 与一个月以前不一样了 他看到了美国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他看到了国际舆论 现在对哈马斯越来越有利 所以说在谈判当中 他与前几次这个谈判 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要价越来越高 但是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看到 目前正在利益中的这种协议的尺度和方向 第三条相关的新闻呢 是以色列威胁说 如果德黑兰重启领土发动袭击 想直接攻击伊朗 因为今天伊朗最高重要领袖哈梅内伊 再次发誓要报复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必须要做出回应 那么从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这个声明来看呢 他们目前警告伊朗 就不要从你伊朗本土发动进攻 因为以色列知道伊朗会通过一些代理人发动进攻 也没有停止过 包括尼巴伦的真主党啊 包括在叙利亚的一些伊朗的武装组织 那么这个角度来讲 以色列他不认为这些武装对以色列的袭击呢 他会做升级性的报复 他唯一做出严厉的红线就是 伊朗你绝对不能从你本土发动进攻 如果从本土发动进攻的话 那么以色列会大举攻击伊朗的本土 所以这个新闻呢 你能让我们感受到冲突的双方呢 都在给对方画红线 显然以色列的红线呢 相对比较具体 伊朗呢 还在呼喊口号 但是呢 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仗啊 到底打不打得起来 到目前来讲啊 这个警报并没有解除的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美联社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拜登与安田文雄将宣布 每日在军事探阅情报等领域进行重大合作 那么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因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 于4月9日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周三 安田文雄与拜登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 并且呢 联合举行记者会 那么这一次 安田文雄访问美国 将会与美国在五个方面达成协议 提升美日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 这个对于亚太形势 特别是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安全形势 会有重要影响 那么日美这次会在哪五个方面达成协议呢 第一是美国将第一次改变驻日美军的结构 推动新的联合行动 以便能够真正的整合美日军力 这个是一个天大的事 当然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 我们以后找机会再来分享 它直接的变化 是大幅度提升了美日军事合作的效率 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种威势力 这个事大家绝不要低谷 第二呢 是由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改变了过去70年的做法 解除了防卫费的上限 那么2027年度 国防预算占GDP的比例 会从以往不到1% 提高到2% 并且呢将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 美国和日本将会更多的联合制造一些尖端武器 借此呢补强美国的武器 制造产能上的不足 包括目前日本修改这个法律规定以后 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导弹 现在开始回销美国了 当然美国也会把这些导弹 在转运至乌克兰等一些目标地区 所以这种啊 武器装备的合作 它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第三呢是 澳大利亚美国日本 将整合防空导弹的防卫体系 所谓的防卫导弹的这种体系 主要还是针对中国 这将让三国能够全盘掌握 区域的空中威胁协调行动 这都是非常具体的 第四 两国呢 加强太空合作 将签署一项协议 包括美国宇航局 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将合作进行月球的探索 第五个方面 两国政府将达成协议 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联合研究 那么有关日本加入奥布斯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 岸田文雄访问美国 两国政府呢 将会形成一个规范的说法 就日本将会成为奥布斯的第二支柱 那么具体的内容呢 未来几天呢 媒体可能会做进一步的披露 那么从以上五个方面 你能看到这一次 日美的这种合作非常具体 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这五项合作 都是偏向防务方面的合作 战略安全方面的合作 他毫无疑问都是针对中国 所以值得大家来关注 这么一个重大新闻事件 第四条约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就是 卡梅伦的海湖山庄游说 可能不足以接触到新的共和党 英国外相也是前首相 卡梅伦周一到美国 晚上就到佛罗里达的川普的海湖山庄去见了川普 他们也谈了几个小时 那么卡梅伦这次到海湖山庄去见川普 主要是为了劝说川普能够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计划 因为由于川普的反对 那么川普在美国众议院里边的一些支持者 在强力阻挠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计划 所以英国方面他认为这个还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你不说服川普 众议院那边没用的 那么卡梅伦跑去见川普 拜登政府会怎么想呢 那么卡梅伦他自己也做了解释 他说这个复合惯例 他说以前的英国政府也是这样的 就保持于反对 主要的反对党领导人进行密切接触 这个是英国外交的惯例 所以这个不存在得罪拜登政府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美国媒体报道 就拜登政府乐见卡梅伦伦去劝说川普 他说这个是符合民主党利益 符合拜登利益的 所以拜登他不会不高兴 更不会阻拦 那么谈的情况怎么样呢 英国卫报他报道呢 他说没有谈出任何结果 川普没松口 那么英国卫报呢 他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你既然来劝说美国众议院放行 援助乌克兰的计划 你应该去找这个美国的众议长啊 找共和党籍的麦克约翰逊呢 那么英国国内有议员呢 就帮这个卡梅隆呢 找台阶下 他说由于啊 日程安排的冲突 就时间呢 很难对应 所以说呢 没有时间见这个众议长 麦克约翰逊 但是卡梅隆呢 在华盛顿呢 他又做了个声明 他说我愿意啊 跟任何有帮助乌克兰议院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呢 进行沟通 我有的是时间 我就在这儿 华盛顿等你们 谁愿意跟我谈都可以 但是即便卡梅隆做了这个声明 共和党内的这些反对援助乌克兰的人呢 也不愿意去跟卡梅隆谈 甚至是就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女众议员格林 这个是川普的这个忠实的这个追随者 他甚至说卡梅隆来舔我的屁股可以 你可以随时来舔我的屁股 那么这样一种挑衅性的这样的言论 显然卡梅隆呢 他也没办法去回应 所以这一次卡梅隆到美国来做这种啊 劝说或者敦促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呢 效果微乎甚微 但是LTE仍然高度赞扬英国 赞扬卡梅隆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时刻 来勇于表达英国的这种立场 并且能够付出实践 来做一些推进性的工作 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大家看到 就美国的政治还是很复杂的 第五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对关注中国 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来讲 这是一个天大的新闻 这个比随后我们要分享的一些政治新闻 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今天国际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 中国的媒体也做了报道 我们选择路透社的这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市井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惠玉跟进目的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展望 至负面 那这个又出大事了 即目的去年年底调降中国评级展望后 另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玉 今天也宣布将中国信用评级等级的展望 从稳定降为负面 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前景不确定性增加 预期公共财政风险不断增加 惠玉认为未来几年可能会使债务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 惠玉表示 在中国政府努力减少经济增长依赖房地产模式之际 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加 使得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面临压力 并认为中国财政政策越来越有可能 必须在未来几年在经济成长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将使债务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 就惠玉这一段这个评级调整的说明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这个就与中国舆论国际舆论 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普遍感受是非常一致 非常吻合的 就目前中国打房地产要控制地方债务崩盘 但是呢 又要应对经济的增长 那怎么办呢 你债务崩盘 房地产危机 你这个时候呢 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加速这种危机的爆发 那么你货币政策相对保守 又会损害经济的增长 那怎么办呢 中国政府就采取一个办法 就财政 就财政部借钱负债来刺激经济 银行呢 相对保守 那么财政呢 他本身他又没有钱 财政加大投入呢 他的钱从哪来呢 就只能够负债 就财政部发行国债 财政部搞赤字 预算赤字 那么中国政府选择这条路 必然会推高这种负债 所以会议讲的还是很含蓄 很委婉 一点都不激烈的 所以说会议的这个报告呢 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呢 是很相信 很认可的 那么中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 大家也能够猜到 中国政府会如何回应 路透支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中国政府迅速反击 他们认为会议公司 未能反映财政政策 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并且强调 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定债务的负担 金融市场并没有受影响 当前中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维持在2.29% 人民币汇率也维持稳定 所以说中国官方说 你会议那个是瞎说 但事实上呢 汇议的这个评级报告之后呢 对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啊 是带来了很大压力 就今天人民币在进一步贬值 所以并不像中国官方说的 哎呀你汇率那个错的 你看我们人民币汇率也很稳定呢 这个什么国债利率也稳定 这些都还没有到时间反映的时间 你看未来几天人民币的汇率 中国国债的收益率都会出问题 那么路透社呢 他这个报道 他没有停留在汇率的评级 和中国官方的反映 他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分析 他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 不会外扩 但会影响国内的局势 这个是华尔街的普遍的观点 就是中国啊 那个债务危机啊 最后乱了会乱 中国国内他不会扩散的 因为人民币不能够自由流动 这个观点本身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质疑 但是今天路透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看他怎么来描述 闪述这个观点 报道说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截止去年年中 中国公共债务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80% 大约是2010年代中期水准的两倍 就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的公共债务增加两倍 法国新业银行的经济学家米歇尔 他认为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 就中国这个债务 因为中国债务上升 对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成长放缓 而不是增加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 就他认为你这种负债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那么另一位这个路透社引用的 这个专家的话呢 也符合也支持法国新业银行的观点 就是中国负债 负债没事 那都他们自己的事 对我们没影响 他表达的观点 这个叫弗雷里斯的这个专家说 由于中国以本国货币借款 因此不存在过去 袭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那种 债务危机的风险 认为中国政府唯一需要关心的是 中国国内的局势 这更容易做到 因为银行体系有三分之一 都属于政府 那么对于路透社 他强烈的推行的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债务危机 不会影响我们大家的 要乱就乱中国自己 那么这种观点呢 怎么看这种观点 还会感觉呢 这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一种狡猾 他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债务问题会出事 只不过坚信 中国这个货币体系崩溃 债务体系崩溃 不会外延 LT不太相信这个理论 因为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的经济 已经交织在一起 就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 怎么可能不影响世界的经济呢 怎么可能不外延呢 不外溢呢 你看前天与大家分享的 光一个世贸开发商 欠美元的债务就117亿美元 这个多吓人了 他怎么可能不外溢呢 所以会议的这个报告呢 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 要高度关注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就中国外交部啊 终于回应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呢 走线 润往美国 就过去中国对这个事呢 一直不太正面来回应 民间议论很多 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上 路透社的记者就提了个问 他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昨天称 近几个月有大量中国经济移民进入美国 这种现象越来越令人担忧 中方意识到这一点 但似乎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中方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是否考虑采取行动 就中国的这个走线的这个移民啊 成为世界性的新闻 不光在美国成为持续热议的新闻 在欧洲 在非洲 在美洲 都在议论中国大量走线的问题 那中国官方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 你是想不想管这个事 管没管这个事 毛泥今天第一次做正式回应 说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反对并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 这个回答还是很有意思 他第一个从态度上来讲 他比美国政府的态度还要严绝 美国政府还不敢说非法移民 就对这些论来的 你看坎贝尔说法叫经济移民 就是由于生活所迫 跑到美国来 那么美国的主流舆论呢 也不敢说非法移民 就是你非法也好啊 合法也好 他们叫移民 或者最多叫无证移民 就没有合法手续的移民 但是还不敢叫非法移民 毛宁就说那是非法移民 坚决打击 但是毛宁仍然没有回应 中方会采取什么措施 所以这个新闻呢 它还是很值得大家来琢磨 就中国在官方对待这种啊 大量的中国民众啊 润网美国这个事 他们似乎也不太回避这个事 也不觉得是个多丢人的事 而且还一本正经的讲 反对非法移民 但至少呢 从美国方面来看 中共是没有采取措施的 第七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 普遍作为头条的报道 就是马云在阿里的内网 发了一个长文 马云呢 这次在阿里的这个内网 发表长文的标题呢 是自改革自创新 华人日报报道中称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 在自员工的信中 称赞公司目前最高领导层 和正在进行的重组工作 这是这位亿万富翁 近年远离聚光灯后 罕见的举动 马云称 不仅仅要勇于承认 必及时纠正昨天的问题 更要面向未来而改革 这正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原因 华人日报报道中称 马云称赞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 蔡崇信和首席执行官吴永明的领导力 阿里巴巴去年3月宣布重组 将集团分参为6家独立运营公司 这实际上瓦解了马云20年来 搭建起的商业帝国 这些业务分为云智能陶天集团 阿里国际数字商业 蔡鸟 本地生活和大文艺部门 阿里巴巴放弃了部分重组计划 包括今年3月放弃了将物流业菜鸟上市的计划 还格子了一项云计算业务分材计划 马云在信中写道 改革和创新之路从来不会掌声相伴 因为改的是我们最喜欢的坏习惯 革的是既得利益 阿里巴巴一路是华尔街的宠儿 但随着中国经济降温 以及拼多多的电商平台和字节跳动短视频应用 在本土兴起之后 阿里巴巴一直艰难应对增长法力的局面 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LT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 首先第一是 你看华尔街日报 他认为目前阿里存在的问题 与马云说阿里目前存在问题是不一样的 华尔街日报认为 阿里今天的问题 首先是中国宏观经济出了问题了 你阿里嘛就是一个中位数 中国宏观经济的中位数 所以中国经济降温 阿里必然降温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 他不同意马云的观点的之一 第二呢 说阿里的问题呢 他还是由于新型的竞争对手的崛起 像拼多多 像字节跳动 抖音这些崛起 但是LT之前与网友提到过 实际上阿里今天最大的问题 这种窘境 最根本的原因是马云自己与中共发生了矛盾 或者中共要扼杀马云 封杀马云 这个是阿里今天这个状态最主要的原因 你看蔡崇晋他回避这个问题 马云自己回避他个人给阿里带来的问题 所以你回避了这个主要的矛盾 你似乎想找到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可能就会脱离实际 第二个想要于网友分享的观点 马云这篇长文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但是在国际主流财经媒体看来的 没有什么信息 或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主要还是马云自己呢 他受到一些局限 你现在都出一个云游的状态 你文章里面似乎很关心阿里的状况 很召集阿里的状况 但是你自身又是一种云游的状态 给人传递的信息呢 又是双耳不闻窗外事 所以在马云这篇文章 被中国国内引用最多的一句豪源壮语呢 实际上在海外听起来呢 可能有一点滑稽 就马云讲了阿里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打气 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 那么LT对这个一切刚刚开始呢 这个第一反应呢 就是这个这不是工贵的话吗 这个工贵的这个最经典的话 而且呢 马云用的呢 还非常精准 他就是工贵的那种腔调 与工贵讲一切刚刚开始的效果 可能也完全一样 那工贵讲一切刚刚开始 它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他第一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因为呢 他与中共之间翻脸之后呢 他给自己打气 要给他的支持打气 这个是毫无疑问 这个是有一个信念在 第二呢 大家也看到一切刚刚开始的结果呢 是工贵的麻烦越险越深 所以马云讲这句话呢 LT感觉可能与工贵讲这句话的效应可能完全一样 就第一是给自己打气 给阿里的员工打气 第二呢 就这种打气呢 不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效果 他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给阿里也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最大的政治新闻 这也是今天中国两岸最大的这个政治新闻 今天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个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那么这个事呢 不仅在两岸 在国际舆论当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新华社为习近平见马英九发了一个通稿 通稿的标题是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新华社通稿当中没有对马英九加任何称呼和头衔 那么新华社呢 着重报道了习近平在这次会见当中的讲话 习近平称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 始终是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弃 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认知 习近平宣称只要不分裂国家 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 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谈 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 增进了解累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那么习近平提到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 多来大陆走一走 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并且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 追梦祝梦圆梦 马英九在这次会见当中也做了他的发言 那么新华社呢只摘录了一句 说马英九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因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携手前行 自立振兴中华 那么对习近平第二次会见这个马英九 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LT想与网友分享八个方面的这个信息和观点 就首先第一的是 这个可能是一种花絮性八卦性的 就这一次习近平会见马英九 双方怎么称呼 那么对习近平来讲 他的难度小一点 他就会叫马英九马英九先生 因为马英九现在没有什么职务 他跟连战还不一样 连战呢 访问大陆还头顶一个国民党荣义主席 就马英九现在没有这个帽子 所以说习近平很容易叫马英九为马英九先生 这个难度不大 马英九怎么称呼习近平呢 他如果叫习近平主席 那么他就矮化了台湾 因为中共不承认台湾有总统 马英九自己在中国也不敢叫自己是总统 所以说马英九他肯定不敢去叫习近平主席 那马英九在今天的这个会见当中 他怎么称呼习近平的呢 他称呼习近平总书记 就这个细节呢 中国媒体都没有报道 他为什么没有报道呢 因为你这个就传递出来 马英九他还是有考量的 马英九他并没有丢失一些底线 所以这个是中共新华社也好 其他的党媒也好 都不愿意报道的 包括中央电视台 他在报道这样一种现场的视频画面的时候 也把马英九叫总书记这个声音给他掐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 今天习近平强调的主要的观点 与马英九强调的主要观点 放在一起来对比来讲 还是很有意思的 两个人都带有强有的这样一些目的 各说各话 习近平今天反复强调 两岸是家里人的事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华民族 这个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家亲 那马英九他强调的最主要内容呢 是不打仗 两岸不能打仗 那打不得仗 这个就形成一种很有意思的效应 这边讲的闹家常 一家亲 这边讲不能刀光学影 不能够去杀人放火 所以你从这两个人主要讲的来讲 还是体现了这次会见 并不是像中共舆论制造那样的一种 一家亲那样的和谐 各有各的关切 他也体现了习近平讲一家亲的虚伪 因为这边台湾最亲共的人 都在关注中共的耀武扬威 武力威胁威吓的问题 你这边习近平在讲 这个一家亲 这个亲上家亲 这个就显得非常虚伪 所以这个场面 他让习近平这样一种过分热情的接待 就显得很滑稽 这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 第三 这一次习近平会见 他单独用了很长的时间 高度赞扬马英九 这个是很少见的 就双方都还是属于政治人物 习近平表扬高度赞扬马英九 这个还是值得玩味的 他有两个方面来赞美马英九 第一呢 说握手一见面 当着妓子的面 握手让摆拍长达16秒 而且握手过程当中呢 习近平对马英九说 你都没变 这个什么含义呢 这个是中国老人之间的问候 最高的这样一种吹捧 或者最大的这样一种奉承 你明明老了 你没变 而且习近平呢 与九年前呢 满头乌发不一样 现在习近平也花白 头发花白 习近平变的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都没变 你看我都变了 你都没变 这个是对马英九的一个赞美 第二个正式的赞美呢 习近平他照着小本门念 是这样念的 说马先生恕有民主情怀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势必振兴中华 我对此高度评价 这是盖棺定论了 这也是马英九追求的 他访问大陆啊 他追求要有一个定位 历史定位 那么这个习皇帝给他定位了 但是呢 你如果观察这个新闻事件 你就会发现 习近平赞美马英九之后 马英九有没有 理尚往来赞美习近平呢 没有 这个不仅是媒体没报道 就是参加会议的这样一种啊 记者也证实 马英九没有这样回应 那么这也体现了 马英九一种自我矮化 这个不理尚往来 因为皇帝表扬你 你怎么能表扬皇帝呢 所以在这个回合上 习近平呢 他显然占了上风 就是有时候平等的关系 他要赞扬你的话 他也是一种啊 居高领想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 诶 习近平为什么这次给马英九 超高的鲤鱼 非常罕见的鲤鱼 甚至是从排练上来讲 排唱上来讲 甚至超过连战 那么中国的媒体呢 也认为这次马英九受到习近平的超级鲤鱼的对待 三大标志 第一 今天的会见 是中共三位政治局常委同时出现 不仅有习近平 有中共的二当家蔡奇 如日中天的这个蔡奇 还有王沪宁 就三大政治局常委 一起见台湾的前领导人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个 超规格接待 马英九这次享受了 故宫清厂 专厂接待他 八大领清厂 专厂接待马英九 马英九也很享受的 一个人在这个故宫啊 广场上 一个人照相 炫耀这样一种特权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礼遇 当然 中共方面 他也做了一个低调的解释 说马英九在故宫专厂呢 是因为星期一 刚好故宫歇业 但是从历史来看 同时享受故宫清厂和八大领清厂 只有中共比较看重的一些外国元首 才会同时享受这两个待遇 所以这给了马英九 但是台湾舆论分析呢 他马英九这种待遇 更多是来自于习近平个人 对马英九的肯定 因为中共内部对马英九 还是有争论的 就马英九并不是一个 一心一意来搞统一的 马英九呢 也是拖延 他担任总统期间三部政策 不独不同不武 也是一种拖延 在中共党内也是有 很多人持批评态度的 所以台湾舆论 他们认为 这次马英九的高规格的礼遇 是习近平个人对马英九呢 有额外的好感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对马英九 有特别的好感呢 或者是宠爱有加呢 台湾的这个牌不是 什么政论专家 这个是台湾情报机构 他们分析的原因 说马英九去年 在台湾大选前 说了一句话 感动了习近平 或者征服了习近平 在心理上 就马英九在大选投票之前 接受德国资深的财富 他讲了一句 给他自己带来很大麻烦的话 他当时对德国资深记者说 在两岸问题上 你只能相信习近平 你不得不相信习近平 那么这个在台湾 就引起了一片舆论的哗然 大家认为 你这个马英九 你还是前总统 你那么相信习近平 什么都听习近平的 你台湾的独立性 台湾的主权在哪呢 但马英九他强调的观点是 面对这么强势的中共 你不去跟习近平谈 或者你不相信他说的 你只能够去制造麻烦 就他有他的逻辑 那么这句话 对习近平来讲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因为习近平 他这种定于一尊 他不仅希望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 他也希望 台湾人也相信习近平 台湾人也听习近平的 马英九呢 就表达出来习近平内心的 这种愿望和心理需求 所以这一次超高规格 接待马英九 就台湾的情报机关 他们分析习近平这一次 破例呢 主要是马英九的这句话 他的确是打动了 感动习近平 那么第五个方面 习近平这次高规格 接待马英九 他更深刻的政治用意是什么呢 除了心理上的满足 情绪上的这种发泄之外 作为中共产党来讲 这次这么高调 接待马英九 他的政治用意 台湾舆论分析两个方面 就第一呢 是中共经济下行 国内呢 遇到一些困难 他需要转移一些矛盾 第二呢是习近平他希望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一种假象 他在台湾是有代理人 他是能够左右台湾的局势 第六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 就马英九这次表现如何 因为马英九见习近平之前 很多舆论担心 马英九自我矮化 会出卖台湾主权 但是LTA看了这个各方面的报道 LTA认为这次马英九在互鉴当中啊 表现还是不错的 或者至少是中规中矩没有明显的披露 他本来有可能给自己加分的 他没有加分 就如果他在强调九二共识 再加上一句国民党的自我安危的那句话 一中各表 那么马英九会大获全胜 他在台湾会加分 但是马英九呢 他没有讲这个一中各表 他还是笼统的讲九二共识 但是他在习近平讲一家亲的时候 他反复讲不要战争 这个给习近平会带来很大的政治上的难堪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体现了马英九的另类攻击性 所以LTA本人来讲对马英九这次表现还是认可的 第七个方面 美国是怎么看待这次马习会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标题就是 马习会向美国传递信息 传递什么信息呢 就习近平他能够控制两岸关系 或者是再次警告美国不要干预家务事 这次两岸问题是家务事 这次习近平向美国传递的信息 第八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就这次习近平想制造一种和和气气 一笑敏恩仇 马英九也讲了一笑敏恩仇 但是真正对两岸关系的考验 还是要到五月份 赖金德正式就职台湾总统 那么从今天赖金德宣布的关键内阁成员 行政院长副院长秘书长人选来看 MT感觉两岸的关系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就目前这样一种蔡英文路线 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做出的这样一种 狼外婆的这种样子 持续不了一个月 他又会变脸 又会恢复到那种战狼样 战狼枪 所以这次马习惠更多是一种表演演出 大家不要把它真的当成了一种 两岸关系的一种变化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